再来看到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首场个人募款演唱会7月底正式登场 但是票价全票高达8800元 比你今年初来台开唱的韩国知名女团Blackpink票价 同样很爱唱歌的民进党立委高嘉瑜 也公开喊话说太贵 要科匹应该比照唱唱跳跳 高嘉瑜也趁机宣布自己今年会再办演唱会 票价CP值最高 老鼠开始滴答滴滴答滴 缅怀高唱已故艺人李文金曲 高嘉瑜听到柯文哲要开演唱会 当然不能落在人后 只是柯P首场个人演唱会7月29号登场 但全票8800元 不但和韩团BP相同 甚至比防弹少年BTS还要贵 让高嘉瑜压力真的不小 票价8800元是有点夸张 比照Blackpink的话 那你至少也要唱唱跳跳 那我们的票价绝对是让大家负担得起 CP值最高 我们演唱会要比的是歌唱实力 防弹少年卖那么高的票价 防弹阿伯大概也有那个价码吧 不要忘了我从哪里来 不好意思我戏好像太高了 4年前高嘉瑜演唱会合体王世坚小提琴伴奏 但这过往惊艳却让音乐底的阿尖决定风琴 那天之后我就风琴了 但王世坚评比柯P高嘉瑜歌声 大赞高嘉瑜已非无下阿蒙 高嘉瑜现在功力已经大幅提升 已经不是席日无下阿蒙了 柯文哲的唱歌印象就是两个字 阴芒呢 只是柯文哲如果来邀约当演唱会嘉宾 坚于同时表态晚聚参加 高嘉瑜更喊出 今年自己演唱会要再回归 跟柯P来场歌后战 这次我们讲肖瑞神 台北到